性激素六项不正常危害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田文宏 陕西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性激素六项检查呢 也经常在我们临床中用于这个 月经紊乱的女性的这种实验室的检测 那么性激素六项呢 它主要包括醋卵泡次激素 黄体生长素 以及这个雌激素 还有孕激素 以及这个雄激素 包括还有秘乳素这六项的内容 那么这个其中呢 比较常用的呢 卵泡次激素呢 如果它在检测的过程中 大于40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 患者是否有这种必经的这种风险 如果卵泡次激素呢 检测的指标 它小于五个单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患者是否有 这个性腺激素的这种必经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如果这个黄体生长素呢 它处于一个过高的状态下呢 那么同样我们会考虑 它有没有这个更年期 软槽衰竭的这种风险 同样如果这个黄体生长素呢 它小于五个单位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要考虑它是不是是一个 低水平的性腺激素的所导致的一个中枢性的一个必经 同时呢我们还要考量这个卵泡次激素和黄体生长素 它们之间的这个比例 如果这个卵泡次激素和黄体生长素 它的比例大于2到3.6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这个 卵巢早衰的这个风险 如果黄体生长素呢 和这个醋卵泡次激素 它的比例大于3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患者是否有 多脑卵巢综合症的这种风险 这是这一对它们激素之间的这种关系和比例 和在临床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这个雌性激素 如果雌性激素处于一个过高的情况下 我们同样要判断它是一个 是否跟药物治疗相关 还是由于这个内分泌失调 暖潮的功能失调出现一个过高分泌状态 它同样会导致这个子宫内膜的增生 会导致这个子宫肌瘤 或者是子宫内膜癌的这种风险 如果雌性激素处于一个 持续过低的一个状态 我们同样需要去考察 它的这个卵巢的这个分泌状态 我们再来看这个孕激素 孕激素它是在生理状态下 是促进排卵的 以及促进黄体生成的这么一个作用 如果孕激素持续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患者 它是否有不孕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再比如说这个蜜乳素 蜜乳素它同样是我们这个下球脑垂体 性腺的在这个轴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激素 如果蜜乳素水平处于一个 就是正常的两倍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它是否具有这个高密素血症 如果它超过正常的范围 四倍以上达到一百个单位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怀疑患者是否有这个 这个蜜乳素瘤的这种风险 那么无论高密素血症 还是这个蜜乳素瘤呢 它同样会导致患者出现肥胖 不孕 必经 这些临床表现 都是需要我们进行积极的干预 使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还有一个这个雄性激素呢 同样可以存在于我们男性和女性的 这个激素水平检查 检查的这个系列当中 那么对于一个女性来讲的话 雄性激素呢 它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身体的 这个三大物质代谢 脂肪的代谢呀 包括葡萄糖呀 包括维持我们心血管的功能状态呀 它是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雄性激素水平过高的时候 那么我们同样要去 要去考量这个患者 是否具有这个 多囊暖和中和症的这种风险 要进行结合 其他的激素水平共同来进行评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